两千五百年前 两千五百年前 就是佛当年在世的时候 他老人家常讲到两个字 都是无常 这两个字大家也念得很熟 但是我最近我才真正才明白 这两个字的用心 这两个字的用意 我以前没有真的是 透彻地去了解 比方说我们看到人家夫妻讨价 我们很容易劝导人家 这个是无常 我们要放下 或者我们看到一个家属 人家往生 我们可能也会说 这个人有生必有死 你要放下 你要 因为就无常 或者看到我们的金钱 被人家偷走了 或者不见了 我们有时候会劝人家说 不失把供养 种种种种的事 但是有时候 当这个事情 事实真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有多少人能够了解的 真正放下 劝人容易 他是真正自己去做 有时候做不到 这个的区别 所以 这个无常不是对别人 是对自己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眨眼 这个人生太短 我们一定要明白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 你看我们雪梨 这个疫情 你看 封城都已经将近两个月了 可能会再延续 可能 所以 尊敬的 现在这个天灾太多了 天灾人物太多了 所以佛佛告诉我们 人生真的难得 佛法难吻 而能够这一生当中 在佛法当中 能够闻到净土 能够闻到念佛 而最非常难得 这一生能够 广生西方净土 超越六道轮违 了生死出三绝 那个比什么 更有很大的福报 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因缘 要锁定这个方向 锁定这个目标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大家一定要记得 人生真的是无常 我们在这个世间真的太苦了 真的太苦了 像你最近师父 静坐念佛 有时候突然间会看到这些人生 真的很苦的 所以我们要赶快觉悟 不要再迷了 你看那个印光大师 在这个序文讲记里面 他不是头一句讲有一句话了吗 他告诉我们 圣谎之分 在乎什么呢 下面的那句 在乎意念 圣是圣人 狂就是凡夫 愚痴 狂妄之人 那我们是属于 这个凡夫 愚痴 狂妄之人 所以所谓的菩萨 跟凡夫的区别 一念之间而已 你迷了 你就是重生 你觉悟了 你就是阿弥陀佛 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但是关键 有时候我们迷得太深了 自己不知道 当我们业障现前 那怎么解决 怎么办 所以借这个姻缘 我也不敢讲太长 也不敢讲太多 也太晚了 都已经九点多了 师父呢 只能互相来鼓励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 才能够进步呢 不断地去反省 不断地去检讨 不断地去观察 希望能够我们将来这一生当中 我们能够成就 最大成就的就是能够往生进土 比什么更重要 非常难得 释迦摩尼佛为我们介绍这么殊胜的法门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珍惜 那真的太可惜了 人一年一年的衰老 在这个供修当中 可能最年轻是我 但是棺材不分类 现在这个棺材装着很多年轻人 真的 澳洲老人长寿人很多 所以我说这个澳洲老人 成为老人超过一百岁才能够成为老人 一百岁以下你不能够成为老人 都是年轻人 所以 我看 这样一件两年在澳洲生活 真的 这种的福报的地方 大家要好好用功 再加上我们雪梨金钟学会 又非常的好 加上我们的郑总啊 郑态 在领导之下 也做得非常的贡献很大 大家要共同来努力 共同一起来努力 让这个念佛法门在雪梨 能够杠人家 做一个好榜样 希望大家能够做出一个好样子出来 只要你能够做出一个好样子 你会度很多那些人家来念佛 你不用讲话 用你的以身作者 用你身教来教导别人 那我相信我们将来 我们雪梨金钟学会啊 会对这个社会会很大的帮助 起码 不会让众生去造业 也能够维持这个国家的 国泰民安 风调已顺 因为这个国家 它能不能风调已顺 国泰民安 就是一念之间而已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以身作者 做出一个好样子 给人家看 念佛不是迷信 念佛是一个教育 是教我们怎么做人 是教我们 怎么来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 让我们了解这个人生的真美 这个就是念佛 所以今天啊 师父简单跟大家分享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老实念佛 其实我们每天能够一起念佛 是最好的了 两个小时嘛 我们一起来念佛 没关系啊 一种厚重啊 一个人有时在家里会懈怠 师父有时常常犯犯就磨病